今天我的題目就是中共和國際組織的惡棍 就是說參加國際組織全部是為了入黨 入了黨裡面 所有黨規 入了一個組織裡面 那個組織的規矩完全不按照規矩來做 所以搞成真的 真是叫做惡棍 就是這個意思 我舉個例子 最近都是聯合國五十多周年 五十多周年 五十多周年 周年紀念 像這次 習近平入了 他入了聯合國五十周年紀念 所以他發表言論 這個就是災難性了 整個聯合國基本上被他搞砸了 聯合國和下面的組織 全部買通了那幫非洲的所謂蓋幫 黑幫 黑幫 不是蓋幫 蓋幫幫他投票 票數多了 他就一直買通了 那麼你就明白了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人批評 以前中國為什麼非洲要花這麼多錢 中國人都沒吃飽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中國人吃飽對他沒有關係 非洲那些票對他非常有關係 所有第三世界窮的國家 拼命借錢給他們 或者賄賂他們那幫政要 就和中共投票 所以現在估計 根本我就看不出台灣怎麼進去世衛 看不出人家 因為票數不夠 現在聯合國差不多有300個會員左右 但是中共佔了 我猜中共的支持率 起碼超過180個 所以美國我不管它用什麼辦法 根本進不了去 根本就不夠票來給台灣進去 那多數都是用一國一票的制度 所以習近平這次已經說了 還是重申要求聯合國的規矩 不可以隨便改 你想想 中共還有那個所謂 最後那個上位 就是上位 上任理事 就是安理會上任理事那個否決票 所以我看不到台灣怎麼進去 美國用什麼辦法讓它進去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算進不了 現在這個宣傳效果是有的 全世界這麼多國家支持台灣進去 進不了也好 進不了也好 這個宣傳效果是非常大的 大家就拼命同情台灣 就說美國做得對 然後就同情台灣的過程當中 就是看到中共那種違反人權 這次疫情那種罪魁禍首 被人再重新提起 有一個激烈的辯論 在聯合國裡面和外面那種爭議 不是壞事 就是讓中共多些暴露它的壞事 這個都是我們要求的 變成全世界的媒體 都是譴責大陸不讓台灣進去聯合國的組織 這個不是壞事 等中共繼續出醜 現在這個去到這個程度 就在國際舞台上面 要中共不斷出醜 我們覺得這個都是現在布林肯正在做的事 不只是在很多場面 有很多人出來說話 就是指責中共 那種這樣的惡棍行徑 發生了疫情 又毀滅證據 又拖延申報 拖延公佈 傳達給其他國家聽 這些全部都是惡棍的 又不讓人去現場檢查 接著反過來 拗了口說疫情是美國 這些絕對是惡棍行為 惡棍不知道 可能我們廣東話不夠好 忘記了有什麼比較 惡棍未必是廣東話 都是普通話裡面講得多 我都撈亂了 英文、英文、國語、廣東話、上海話都撈亂了 這個國際組織實際上中共控制得很厲害 你就可以看到那時候那個國際刑警的主席 那個叫做孟 被他抓回去 就不讓他出來 留下了老婆 還有那時候的兒女在仁愛雅 叫做孟 姓孟 姓孟的 公安副部長 拿了回去 又是玩完了 但是他花了很多錢來算他上去 因為國際刑警也是很多國家的警察 全世界不同國家的警察來投票 他是舊票 他們就選了成lex ś아요 那個人 為什麼 第一 他是屬於周永康系統的 以前做到周廣 那個時代就派了他 就是他的人 他是周永康那邊 第二 是 1941 被謀殺的那次 在法國她的收尾收得不太好 就是收尾收得不太好 照她回去 她跟老婆說 如果你看到我的微信有一把刀仔 你就知道我出了事 那老婆真的收了一把刀仔 然後老婆開記者招待會 背著她的相機開記者招待會 在日耐瓦 在日耐瓦還是法國都是在那裡 日耐瓦和法國都是在那裡 開記者招待會開了幾次 就告訴全世界的人聽 她的老公在大陸被人扣留了 但是都沒有什麼用 大陸知道中 她的惡君真的不可以面子 那你想想 國際刑警 都可以不斷去到大陸 讓她不斷去到大陸 過了差不多三四個月之後 才說出來她又說她貪污了 那樣的大陸 現在估計她就不會死了 為什麼呢 所有的公安那些人是標準的了 留了很多證據 留了大陸很多醜聞或者證據 或者領導人的醜聞 因為公安他們偷聽了很多這些工具 就錄了它 接著就留在她的海外 就讓她放下在那裡 這樣就自己保命 還有保護家庭 家人在海外 保護他們的安全 就是說如果你弄到我家裡 如果你弄到我那些資料 就會自動公開了 這件事情就跟林契華 林原成那一件一樣 林契華拉了進去 但是沒有被他們弄死了 因為那個弟弟拿了很多資料 去了美國 因為他那時候等於是胡錦濤的秘書長 就是管家 胡錦濤的管家 說多少資料 胡錦濤八年 書記 什麼資料不去到胡錦濤那裡 百分之九十九的資料都要去給胡錦濤 他全部儲起來了 給了一個弟弟拿去美國 現在美國現在的弟弟應該在洛杉磯附近 我聽說 就很低調 都不敢說聲 但是他的資料就保護好了 可能有幾份 誰出陣線 那些資料就自動會引爆 引爆了 那就是攬著一起死 很多領導的籌民 你想一下 胡錦濤 總書記 就是現在那邊那個位置 現在那個叫丁雪昌 就是習近平下面有丁雪昌 就是那個大內總管 大內總管 你說手裡面有多少資料 就是當天毛澤東後面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一齊拉四人幫那個 就是那些鳳是坐這個位置的 就是負責 負責整個 整個中南海的警衛 還有所有書記處 就是這樣的人 這些人的權力大到飛氣的 那些資料就多到飛氣 然後就組織國際組織給它滲透 人權 還要做主席 人權 國際 那些人權的組織 下面的組織給它做主席 世貿也是他 我記得有一次 1996年 我去日內亞 去國際通訊 國際通訊聯盟 就是全世界聯合國下面管了全國通訊 我做通訊的嘛 我做無線通訊的嘛 那時候開始說教三治 那時候第三代大國大的剛剛開始 我們定標準 我去國際 原來那時候那個主席是西人來的 但是有一個中國人做助手升趙的 今天大家談得挺好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定標準 到底定 總之呢 總之定了幾個標準 三治有幾個標準 定了差不多有三四個標準 那就是說大家都說幾個標準 到時你可以有選擇性的 那你知道了 幾個陣營鬥得很重要的三豬 當天的三豬鬥得很重要的 日本那邊有一個陣營 反而美國那時候沒有 沒有標準 那我們呢 美國公司就反而代表了美國的一部分的技術 那接著呢 歐洲當然是Eriksson 和Nokia 他們就推了一個標準 就是WCDMA的標準 我們是推美國的標準 差不多三個標準左右 但是 怎麼知道呢 過了幾年 回到日內瓦時 我們差不多年來回到日內瓦開的統帳會議 升趙做了主席 原本就是一個好 一個產博幫手 這些就叫做潛伏 它就是潛伏在裡面 一直潛伏在 現在也是啦 現在也是的了 就是控制了整個國際都 這個很大 將來衛星給不給你上去 衛星拿哪個頻度 給你哪個廣播 這些全部要去那裡申請的 因為你衛星兜著那個機構轉的 那就是說 上面經過很多不同的國家 那這件事 它那些規矩是誰定 然後誰有得告上 那如果你不跟規矩 就沒有人幫你放上去的 你不可以亂放 全部要批准 好像現在Elon Musk的Starlink 全部要批准的 不批准就沒得上去的 就是說你佔哪個高度 佔哪個軌度 然後你可以做什麼 你廣播什麼 你可以通訊什麼 全部不是說你喜歡就可以了 所以就管理了 國際組織的滲透 你是沒辦法上去的 最重要的那一件事 整個聯合國裡面的通訊系統 以前當然有了 以前一向都有了 但是現在當然要不斷的更新了 那你想想用誰說了 當然是華為了 就是說裡面 整個聯合國裡面發生什麼 不是只是監聽 監聽 直接它什麼都知道了 所有的email啊什麼什麼 全部清清楚楚了 那這個聯合國可以這麼說 美國不是不想管的 已經被中共滲透了 滲透到沒有 不知道怎麼辦 那中共呢 所以蓬佩奧在在任 兩三年前就提出要搞一個新的聯合國 這個老外聯合國不行 那時候就憑什麼呢 憑大家第一要有同樣的宗旨 就是保釋價值 要有選舉 是不是 這個政府是民選出來的 不是獨裁的 要合格 你選舉的民主程度要合格 今年有一次讓你參加新的聯合國 參加了之後 就不需要全世界的國家參加的 你不夠很多非洲啊很多什麼國家 譬如現在緬甸的軍人政府 根本你就不合資格 對不起 沒有得參加 那這個幾個國家 譬如有300 全世界現在有300個國家 譬如它找100個有資格的 就是組織的新的聯合國 拿2%的GDP 貢獻2%用來做國防費 就是組織一個新聯合國的國防費用 聯合國的國防費用 2%大家所有這個參加 譬如說已經參加了8個國家 全部拿2%的GDP出來做 做國防 聯合國經費 那由美國帶頭了 就是和北約差不多 北約都不差了 都有30個國家了 今天聯合國當然怎麼樣了 大家一起共同進退 跟著所有那些國家 所有那些國家之間通商 就免了關稅 就是零關稅 好像現在加拿大美國 和北西哥那樣 是零關稅的 基本上是沒有海關的 沒有海關的 那變成了 你看現在好像加拿大 那麥西哥那些經濟 受益很重要的 就是美國很多工廠 就開了麥西哥 就很多比如加拿大生產的東西 直接就進美國 比如汽車零件那些東西 就完全可以進美國 變成整條路都通了 加拿大有很多資源的 資源、擴產都可以直接去到美國 就不用被關稅 那這件事變成了一個經濟一體化 這個給它所謂TTP那些全部好的 這個方法就是蓬佩奧提議的 但是一定要有同樣的 尊重人權的理念 要有民主的國家 才可以進去 那些中共那樣的惡棍就不讓它進去了 這個就是它有一個新的想法 但是拜登就不是這樣的想法 拜登就打算回到現在那裡 盡量去進去 拿回那個影響力 但是我就看不出了 因為美國又不可以賄賂 其它那些小國家的領袖 美國法律不容許這樣做 那這個招呼 這些招呼 這些招呼 已經輸了 接著中共又借錢給它們 借錢給它們 窄窄窄窄窄窄不用它們說 那就是控制了它的投票 這些這麼簡單的事情 美國做不了 不是說它不想做 不是說它不懂做 它做不了 法律上用它不用它做到 所以我就不是很看好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連blinken都說支持台灣原則上進去聯合國 它用一個effective 就是說有效的參加 有效的參與 這個聯合國 因為我就看不出了 我覺得只有一個港字 根本就不能進去